律政司去夾一個藍絲的團體 兩個藍絲去拿這個禁制令 然後立刻說我來做 跟著有個刑事表示法庭 這個是未試過有的東西 是不會有的東西 因為政府去拿禁制令 直接拿禁制令 法庭一定不給 法庭磨開一面 磨開有人私人來拿禁制令 政府擔保要做 因為禁制令的其中一條件是做得到的 那現在用警察捕人 這個不是一個三權配合是甚麼 老實說 就是法院的尊嚴固然重要 但是法院的尊嚴是要由法院來維護 而不是通過用這個判重刑 和寫一個判詞去罵些犯法的人 我想請問 如果公民抗命在這個終審庭 是要考慮 是不是一件跟社會利益有關的 是不是和平的 那為甚麼對這個警察 對政府就要考慮 對法庭不用考慮 為甚麼和浩銘就要判重一點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法院尊重自己 市民才會尊重你 我叫梁國雄 現在我都是有影著的 我自己說 法院如果不尊重自己 去和政府合作發出一個前所未有的禁制令 亦都造成一個現在在法律界上面都搞不清楚的 刑事描述法庭罪的時候 我尊重你甚麼 我尊重你甚麼 你錯背我都要尊重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分權制衡 分權制衡 不容動搖 政府難用司法程序可恥 公民公命 無謂無懼